感冒发烧 你是否手足无措 今天你坐在中间 你的辐射源是最大的 所以你左右都有可能 对 我要跟你 感冒 为何老年人是异患群体 首先是老人他本身的体质比较弱 体质比较弱 抵抗力 抵抗能力就弱 导致老人感冒的罪魁祸首 竟因为它 我们认为还是气虚 今日健康话题 换季感冒全攻略 下 饮食养生会精彩 马上开始 欢迎您来到湖北卫视饮食养生会 我是主持人 首先我欢迎爱问团 大家好 我是胖胖 我感冒好了 胖胖 饮食养生会 爱问团资深团长 乐天派健康达人 实力派演员 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昨天还说自己不会感冒 今天就感冒了的蓝冰营 蓝冰营 饮食养生会爱问团知识担当 80后美女营养师 美食作家 精彩自媒体人 大家好 我是很庆幸 没有被那个胖 还染了的红杨 红杨 饮食养生会爱问团活力担当 实力派主持人 演员 胖胖 确实是没有传染给蓝阳 但是呢 我要防止她 丁一同学不幸中招了 我发现我越来越危险了 你宽这么多呀 对呀 就觉得全身上下特别冷 然后感觉应该是有一点点发烧 然后还觉得头好疼 你要不是坐那边去 你也太敬业了吧 就是要继续传染给你 然后明天你也得感冒 你怎么那么好心呢 今天你坐在中间 你的辐射源是最大的 所以你左右都有可能被传染 有可能你也会被传染哦 还好 我们挨得还比较远 其实呢 我们看得出来 这个感冒确实看似是小病啊 其实呢 它有传染性 而一不小心呢 就中招了 尤其是对于那些比较体弱的人群啊 比方说老人啊 小孩啊 也许就更容易感冒 特别是在冬春交际的时候 那对于他们而言 应该怎样来预防感冒呢 让我们请出一位专家来为您解读 我们小专家是来自于首都医大学附属 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主任 主任医师姚卫海老师 有请 病营同学今天看到老师来了 就把衣服脱了 对 因为看到姚老师感觉感冒就好了一半 因为知道姚老师是过来跟我们是感冒的 突然一下心里暖暖的 对呀 不冷了就觉得 就没那么冷了 老师这种容易怕冷 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感冒来着 风寒 风寒型 所以说即使传染的话 风寒型传给另外一个人 也应该是风寒型的是吗 对 我们今天呢讲到了 不光是像病营同学啊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体弱人群 比方说老人啊 小孩啊 他们也容易感冒 甚至更容易感冒 那对于小朋友来说 他们的感冒是怎么引起的呢 小孩的感冒有他自己的特点 小儿本身啊 我们中医管他叫治阴治阳治体 他的发育还没有完成啊 都是非常的弱的情况下 所以呢 他呢 非常容易感冒 那么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孩子啊 尤其在城市里面 吃的都比较多 营养都比较好啊 过剩 所以他的感冒呢 不容易好啊 不容易好 容易反复 而且呢 一感冒 发烧就非常的高 体温就非常的高 这是他的特点 所以说小朋友是比较容易感冒的 而且感冒的症状比较多 你们平常碰到的周围的小朋友 他们要是感冒了 他们的家长一般会怎么处理 你们都有印象吗 退烧天 退烧天 还有一个就是给他们多喝水 然后会拿那个酒精擦手脚心 然后去一下他们身上的热 老师 像这样的方法 这样简单的处理方法 对于治疗小儿感冒有好处吗 有好处 有好处 这都是一个是物理降温的这种办法 老师 我们再来说一说 另外一类人群 就是老人 老人的感冒在这个季节 是不是多发的呀 老人的感冒啊 是非常的多的 尤其在我们的课室里面 接触老人感冒 一个是病例比较多 再有一个病例会比较重 病情会比较重 严重的还可能会给病人造成生命危险 那从您的临床经验来看 老年人他容易引起感冒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首先是老人他本身的体质比较弱 体质比较弱 抵抗力抵抗能力就弱 第二个呢 就是他的合并症多 就是他本身的基础病比较多 基础病比较多 有肠尿病啊 高血压啊 心脏病啊 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基础病在这里面 还有一点是特别需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老年人呢 他的机体的反应能力差 得了病 他可能不像我们年轻人啊 难受得不得了 流鼻子打喷嚏什么发烧 马上就起来了 他可能症状不明显 可能就是不想吃饭了 说这几天特别困 老在床上躺着 可能就是这么点症状 但是实际上他可能 病情发展到了很严重的一种状态 所以这个就希望了 就需要我们家里人啊 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这些的变化 要及时的发现这些问题 及时的去医院去治疗 是的 在老师的临床经验上判断出来 确实老年人呢 是比其他的人群更容易感冒一些 老师其实也用一个词来总结了 为什么老年人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得感冒 我们一起来判断一下 究竟是哪一个原因 好不好 请问老年人感冒多有什么原因引起呢 A 血虚 B 气虚 B 体虚 好 大家一致地给出了B这个答案 B 体虚 血虚 气虚不就是体虚吗 之后就是虚吗 对啊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血虚 也不知道什么是气虚 但是我觉得这个感冒啊 就肯定跟免疫力有关系 像为什么很多的这个青壮年啊 他还可以洗冷水澡呢 是不是因为他抵抗力强啊 是不是最冷热啊 根本没什么太大关系 老年朋友们 就是因为免疫力比较低 抵抗力比较低 就因为体虚 就身体差 一句话 很容易感冒 断哥 你把我们当三岁小孩吧 出这种题 这不是我们出这样的题 我觉得听过你们的解释 应该有另外一个答案 你们才会首选 一个字 虚 其实我觉得 到底是不是这个答案已然不重要了 但是老师会从一个很专业的角度 从中医角度来解释 为什么老年朋友 他会更容易引发感冒 老师是哪个答案 我们认为还是气虚 气虚 难道不是身体虚吗 身体虚包括了太多了 不那么确切 如果从专业的角度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更确切一点 因为人呢 气血阴阳 气血阴阳的虚 还有其他的脏腑的虚 有很多的虚 我们统统的都可以叫做体虚 是吧 那就跟刚才主持人说的 那直接就一个虚字完了 老师那为什么是气虚 而不是血虚呢 血虚啊 血虚啊 一般它跟我们的整个的营养状况 是有关的 而且呢 一般这种血虚 发生在女性的身上比较多 所以它是女性的 而老年人 你看我们更多的 见到老年人一活动 可能就喘 运动 可能我们年轻人跑起来 没关系 跑起来 呼吸不是那么急促 那么老年人稍微走动走动 这个他就喘上了 呼吸就困难了 这就是典型的气虚的表现 是吧 还有一些老年人呢 比较爱出汗 稍微一动就出汗了 啊 温身没劲 这个在中医来说 都是气虚的这种表现 是这样的原因啊 所以老年人容易气虚 所以说比其他人更容易得感冒 我们在上一节目当中 其实就讲到了 我们在应对感冒的时候 比方说 胖胖同学 他就会拿这个大葱 直接塞到鼻子里 让自己感冒好 还有选择这个喝香可乐的 对 还有这个生姜跟大蒜一块吃的 一块喝的 对 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 这些方法似乎是刺激了一点 太刺激了 不适合他们呢 这样我们也选择了一些方法 各位一起来判断一下 你们觉得适合老年人来预防感冒的方法 哪一种最科学 来请看大屏幕 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老年人来预防感冒呢 A 晒太阳 B 充足睡眠 C 盐水泡脚 D 生吃大葱 胖胖选D 冰岩选的是晒太阳 晒太阳 睡觉还有泡脚 我就特别特别 我觉得A肯定不是 冰岩A肯定不是 晒太阳那是补盖 防止骨质疏 你想啊 他如果感冒了 都是发生在冬天秋天 太阳少的时候 你多晒晒太阳 阳气足了 你感冒自然就会好得快 你要是风热型的感冒 你越晒太阳 你越热越发烧 你怎么知道 你晒过来 我也不是老年保 你们都没有经历过 这个阶段 但是我能够看到 你不约而同地 选择了一项 那就是C 盐水泡脚 对 我们就先来说说 盐水泡脚这回事 老师 盐水泡脚 对于老年人预防感冒 有好处吗 这个说法好像在网络上 缓得还挺多的 但是应该说 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 可是我都有感受 比如说我们今天 工作完一天 又走在冷风中 非常非常的凄惨 那又冷又饿 回去用热水泡个脚的话 整个人都暖和了 就不会感冒 整个人都舒服了 但是它对于我们 这个补气 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 那就吃大葱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 好 老师已经排除两个答案了 排除了盐水泡脚 排除了吃大葱 你们觉得还能选什么 是晒太阳呢 还是充足睡眠 我觉得晒太阳跟睡眠都要 白天晒太阳 晚上好好睡觉 然后就不会感冒了 说起来挺有道理的 那是不是这样子的老师 晒太阳应该说 在冬天的时候 它还是确实是有帮助 但是您别太冷了 还出去晒太阳 这就是有点 也有点太机械了 有点傻 睡眠 保证睡眠的充足 确实是一种 保护我们人体阳气的 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方法 一个养生的方法 还有就是老年人 不要透热闹 透热闹 透热闹会有什么影响 去到很多的地方 去跟人家聊天 尤其是冬天 尤其是过节的时候 大家都来了 大家这个时候 还有老年人最喜欢 透热闹 就是透热闹 我们这个年轻人 可能抵抗力强 别人打个喷嚏 可能反不上 但是老年人 因为他气虚了 抵抗力弱了 所以别人有个风吹草动 他可能就受不了 所以就是说 我们外出 最好是戴上口罩 对 保暖 还有一个 对于预防老年人感冒 最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适当的运动 运动 适当的运动 所以专家在这里 就是建议电视机前的 中老年朋友 平常在生活当中 为了预防感冒 就是要多多的运动 养生小技巧 专家提示 网络上流传的 盐水泡脚 生吃大葱等方法 没有科学依据 不可完全相信 而晒太阳 和保持充足睡眠 会帮助老年人 有效地预防感冒 此外 老年人要避免 去人多的地方凑热闹 平时 以适当增加锻炼 来增强体质 其实呢 老师呢 今天就是给我们 讲述了很多 中老年人 预防感冒的一些方法 但是我们很想知道 如果说中老年朋友 得了感冒 不加以及时治疗 那么他会不会有一些 比较严重的后果呢 是不是就像一般的 年轻人一样 五六七天之后 自然就好了 老年人也可以这样吗 老年人得了感冒 要高度的重视 要及时的去就医 因为他可能会引发 我们原来的基础病 把这个基础病给下重 这样呢 他的整个的病情 会非常的重 如果感冒不及时的治疗的话呢 会出现我们 说的呼吸衰竭 多脏气衰竭 尤其是有一些老年人啊 我们家里人有时候 发现他高烧了 说发烧了 那就给他吃点退烧药吧 这样大家一定要注意 老年人吃退烧的药片 一旦他发汗特别的多 出汗特别的多 非常容易造成血压降低 这样的教训非常的多 你给我们举个例子 就在前几天吧 就在前几天 一个八十多岁 老年人 家里人呢 就是过节期间 家里人有轻微的感冒的症状 没有在意 然后 这些年轻人都好了 都已经症状都好了 都恢复了 这个老年人开始发烧 发烧呢 有一些 这个 这个家属啊 就给他吃了退烧的药 出了好多汗 好多汗 到我们这来的时候呢 病人出现了血压降低 不许加快 已经出现了 不许衰竭的这种症状 就是休克了 挺严重的了 就是因为感冒 没有及时治疗 引发了一系列 后来的这些 并发症 甚至是更严重的一些后果 所以老师 其实也是在用这样的实力 用这样的经验教训 在提醒电视机前的 各位朋友 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朋友 一定要在冬春季节 记得要关注好 老人的健康状态 不要轻易让他感冒 常年不感冒 大病上门找 传言是否属实 几年不感冒 会得大病 这个没有科学根据 但是呢 几年不感冒 他得了感冒 之后症状会重 这个确实是这样 围巾 帽子 究竟与感冒有何关联 其实戴这两样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提示 要让大家注意保暖 今日健康话题 换季感冒全攻略 下 老师该说到了 老年人确实是比 年轻人更容易感冒 但其实不光是 中老年朋友 年轻人也会感冒 但是年轻人感冒 有时候不会引起 足够的重视 对 大家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吧 这个感冒吧 反正是小病 对待它呢 我们可以简单一点 甚至还有人 可能会这么觉得 哎呀 平常呢 得个感冒也好 排排毒 排排毒 是吧 不然的话呢 你长期不感冒 半年不感冒 一年不感冒 万一再一感冒 可能就是大病了 对 你们听说过这种说法吗 听说过 而且就是 大家都觉得感冒了之后 就是流流鼻涕啊 什么的 然后可以谢谢火 而且把你这个一年 尤其是发烧啊 把你这个 积攒在体内的这些病毒啊 然后就都烧死了 然后就能更好增加免疫力 不是还有一种说法吗 说小朋友每发一次烧 他抵抗力 然后就增强一点点 说每发一次烧 个子就要长高 老师这种说法靠谱吗 没有什么科学的道理 感冒呢 我们说是外邪来侵袭的 是外邪来侵袭 它要来了 我们只要是身体的抵抗力 下降的时候啊 就会容易发病 那么像我呢 像我们在体诊科啊 经常会看到感冒的病人 几乎每年在这个感冒流行季节啊 我们自己也会得病 但是我们得病 跟这些病人不一样 我们的症状非常的轻 他们都是高烧来的 但是我们可能就留几天鼻涕就好了 确实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 说几年不感冒 会得大病 这个没有科学根据 但是呢 几年不感冒 他得了感冒之后症状会重 这个确实是 是这样我们在临床当中 会见到这样的特点 您是急诊室里 感冒发烧人多 所以说呢 您平常可能接触病源也会多一些 所以你就不会像我们一样 就不会像我们一样 可能一年半载才感冒一次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出现的感冒的症状 或者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久一点点 老师啊 我知道您今天也带来了两样道具 然后它可以使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啊 非常有效的能够预防感冒 你们猜一猜是什么 预防感冒 感冒就是吃的东西吧 不是吃的 喝了姜汤 不是吃的 那不是吃的那就是穿在身上的东西 我带了一根绳 口罩 运动 跳绳 口罩啊 然后就是可以防止那个细菌进到身体里 是什么呀老师 大家想象力非常丰富 我们请老师拿出来 藏着呢 对 给大家看一看 帽子 帽子 帽子和维基 维基 预寒的 对 说得非常对 我们其实戴这两样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提示 让大家呢 注意保暖 要温度 不要风度 在冬春季节的时候 我们保暖 把这个 尤其是头 颈部的 这个保护好 不要受到风寒的气息 那么对于预防感冒是非常的好的一个手段 养生小技巧 对于老年人来说 换季时做好保暖工作 是预防感冒的关键 围巾 帽子 以及棉衣等 可有效帮助老年人抵御风寒 预防感冒 头部 颈部 是保暖的重要部位 因此 老年人要想不感冒 应格外注意 头颈部的保暖 老师啊 我们经常会说要吃出健康来 那为了预防感冒 您今天准备推荐一款什么样的食材给大家呢 推荐的是洋葱啊 洋葱 洋葱有什么讲究呢 洋葱也是新温的 可以发汗 解表 去读 那么一些现代的研究呢 说它还可以 扎菌 消炎 有消炎的作用 好嘞 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大厨会用洋葱给我们做出一道怎样的美味 有请大厨 发汗退烧 洋葱其效 洋葱 洋葱有什么作用呢 洋葱呢 它本身 也是 空气 然后洋葱的灰花油 也有是感冒的作用 昨天呀 虽然说是感冒了 但是呢 我吃了这个何大厨烙的 萝卜丝饼 回家呢 又喝了点那个 葱白豆豉汤 喝了之后 我现在感觉浑身都特别有劲 我感冒好了 今天我让你再鼓鼓一下 让我感冒好的更快 对 没错 那您又有什么绝招 妙招 今天呢 我给你看 这有洋葱 洋葱 洋葱有什么作用呢 洋葱呢 它本身也是空气 然后洋葱的灰花油特别多 也有制感冒的作用 有很强大的杀菌能力 而且能够抵御什么流感病毒啊 预防感冒啊 非常非常棒 是不是 今天呢 咱们就做一个干炒鱿鱼 我最喜欢的 你看又有辣椒 又有花椒 又有芹菜 那好 我们来讲讲这个鱿鱼 到底应该怎么选 这个鱿鱼呢 一定要选择 第一个 看须的尖 是不是饱满 如果须的尖 这已经干了 不饱满了 这个鱿鱼 就是时间太长了 再有一个呢 摸它 虽然说里头摸 但是不粘什么 不粘 对 这个鱿鱼就证明是好的 然后呢 看它的颜色 颜色这样呢 发一点 青黄色 这就是相对的 好的鱿鱼 还不错 然后我们需要 应该怎么处理它呢 需要把鱿鱼呢 其实处理它很简单 我们就是把它打开以后 我们顺着这个须子 先把它切开 断开以后呢 对半一切 然后呢 我们葱头 也把它切成丝 好了 这样的这个芹菜呢 我们也把它切成丝 然后呢 下一步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烹制了 这个干炒的香辣鱿鱼 它的特点是什么 关键是鱿鱿鱼呢 我们要把它做成怎么样 脆韧香 做不到 做不到 我怕我干炒 根本就炒不熟它 其实很简单 应该怎么做 就是一个掌握一个小火慢煸 把它鱿鱼的水气煸出去 让它的干香韧的感觉提起来 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葱头 芹菜和其他调味品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等锅稍微热一点 放上点油 然后鱿鱼 直接下锅煸炒 然后小火慢煸 它会出汤 我们一定要把它出完汤以后 把这汤汁要耗干 耗煤 我们要往里边倒一点料酒 顺着锅边 下一点料酒 在这个时候 加上料酒以后 它还有一步去腥的功能 这个时候这个汤汁 我们完全可以怎么办 把它倒掉 因为这个汤汁呢 也是比较腥的 同时呢 我们这一步呢 也是一个去腥的锅烧 然后我们再加一点油 重新煸炒 对 重新去煸炒 美味呢 是需要耐心等待的 就像您观看我们节目一样 不能闲着 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一定要关注饮食养生会的官方微博 记得在本期节目下方 评论留言 并且上传您的养生菜图 这是我炒这个鱿鱼的一个利器 这什么 还算料酒吧 这是醋 啊 炒鱿鱼要用醋 对 放一点醋 这个醋在里边起什么作用 不能吃出酸味了 那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醋有特别好的去腥的作用 啊 挥发这个时候 一定要旺一点 然后呢我们继续炒 把这个水汽把它炒没 这时候我们看水汽快没了 油现在基本上快反上来了 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加入 洋葱 洋葱 洋葱这个时候加进去呢 不仅它味道好 而且能够预防感冒 还能够杀菌 环节感冒的症状 然后这时候没有水汽了吧 我们加入干辣椒 这道菜真的是为我设计的 又麻又辣 对 麻辣鲜香 脆又爽 盐 盐少许 菜菜乐 鸡精少来一点 胡椒粉 这也是去腥的 再上一次料酒 喷上一点料酒 对 然后来一点白糖 两条勺白糖 然后来点酱油 基本上底下全是 就剩一点油了吧 对 然后呢我们下入芹菜 来 芹菜下去以后 稍微的煸炒 然后我们就可以 关火装盘了 洋葱鱿鱼须 一 少油起锅 下入鱿鱼段和料酒 大火爆炒去腥后 盛出 二 再起一口锅 将去腥后的鱿鱼和洋葱 继续煸炒 用盐 胡椒 糖 太太乐鸡精调味 三 待锅内香气不笔后 下入芹菜 关火后 放入少许麻粉 这道洋葱鱼须 就 香辣干扁 鱿鱼丝 对 最后再撒上麻粉 对 高一点撒匀了 好 漂亮 来 行 够了够了 够了不能再来 我愿意吃 可以拿鱿鱼盏上吃 哇塞 我要试试这个吃法 非常脆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 我在嚼这个鱿鱼的时候 有一种 清 吃饭了 放入� 非常慢 忍赌